列的高度跟行的寬度 這個地方要給它 最後爬樓梯到這邊 18階就出來了 那應該最難的是在處理這個地方 這個高度不知道 只知道這個的長度 還有這個角度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拉一條線比較長一點 然後呢 這邊再給它一個旋轉角度 旋轉幾度呢 51.8 利用這一條線 轉過來之後的話 51.8 然後呢 再給這個長度 這條線的長度 135.8 再把這條線往下 它這個點有沒有 就會碰到 往下有沒有 碰到這裡 再把這邊多餘的線段修剪掉 就可以得到這個形狀 那這邊在做什麼呢 等分 1 2 3 然後呢 畫出這個形狀 這一題就完成 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那至於那個影音的部分 因為我已經把它放上來了 那當然這一題我印象蠻深刻 因為這一題考試的時候 剛好我也就抽到這一題 我就考這一題 第一類的這一題 好 首先的話第一個往下這邊 多少 218 218.5 Enter 然後往上多少 往上175 Enter 好 先處理哪個呢 處理這個半圓 半圓部分的話呢 會圍圖裡面有個叫 胡 其中